哈喽 Internet中的字母组合 一 二 读作 二 第二个字母 一 读作 啊 Internet In-ter-net Internet 单词Internet的意思是互联网 用作名词 I was just surfing the internet 我刚刚在上网 互联网的用处可多了 可以查资料 可以上网课 也可以看节目 那么我通过互联网学习英语 这句话应该怎么说呢 没错 就是I study English by the internet 同学们要注意啦 Internet是一个专有名词 因此除了首字母I要大写之外 大家可别忘了 在Internet的前面加上the哦 咦 这是哪里 欢迎来到互联网世界 我是互联网大使 来给你介绍一下互联网是怎么发展起来的 好呀好呀 20世纪50年代末 美国军方为了保证自己的计算机网络 在受到袭击时仍能保持通信联系 便由美国国防部建设了一个军用网 叫做阿帕网 也就是Internet的前身 1989年 阿帕网解散 Internet便从军用转向民用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Internet已经变得十分普及 并且早已成为了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原来Internet还有这么一段历史呢 是啊 我该送你回去了 有什么不懂的地方都可以通过Internet来搜索资料哦 Internet既可以成为搜集资料的工具 也有可能成为困住我们的枷锁 同学们可要合理利用Internet进行学习 不要沉迷于其中哦 单词Internet应该怎么记忆呢 我们可以把它看作Inter和Net两部分 单词Inter的意思是在什么之间相互 单词Net的意思是网络 所以人与人之间相互进行信息资源沟通的网络平台 就是互联网 我要继续在Internet上看我们分支道的有趣课程啦 大家也一起来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